美国陆军二号宣布 拒绝打疫苗的军人将立刻遭到太除 因为这项措施对于维持战备至关重要 美国陆军发布的这道声明表示 这道命令适用于正规士兵 预备役的人员还有学员等等 而已经获得或正在等待 或免太除的人员可以除外 五角大厦在去年八月份 已经强制所有现役人员打疫苗之外 陆军是最早发布这项 拒打人员的太除令 而除了陆军之外 包含空军在内其他军事副门 也已经开始跟进